這場比賽一共吸引了81手買入 那麼每一手買入是100萬港幣整 目前場上還剩下12位玩家 獎池應該是超過8000萬港幣 一般比賽的冠軍是可以拿到超過20%的總獎池 所以我們的第一名應該是至少至少最少是1500萬以上到2000萬港幣 我們這場比賽的冠軍可以拿到1500多到2000萬左右的港幣 我們的哈斯特下注了一個 Ace High 那這邊的KK也選擇來控制底池 沒有選擇加注 因為後手三位玩家都有200萬都蠻深的 那哈斯特這邊選擇在Fluff應該是一個Fluff的Bed 那Diamond開出來之後呢 我覺得他應該會選擇 繼續的試著偷下這個底池 不然他的Fluff這個Bed 就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現在對於KK來說 他不但有超隊的成熟牌 還有一張很大的方片K的保護 三個玩家手裡都有一張大的方片 那哈斯特這邊好像沒有繼續攻擊 可能也是因為後面有兩個玩家吧 那 那JongJongda這邊有一張Diamond的一個主檔 一個主檔牌 有一個90順值的主檔牌 那本身他自己沒有一些開牌的架子 他可能會試著看這邊有沒有辦法投下底池 KK當然應該是不會蓋的啦 因為他有方片K 如果他這邊KK沒有方片K 很有可能會選擇放棄的 會蓋掉 對對對 因為畢竟是在轉牌這樣子的一個面上 他的超隊實在是牌力不夠支持 對 那我們的哈斯特有一個堅果買花 帶買下面的卡順 對 面對這樣子一個情況 他應該還是會選擇跟住 你覺得他會check race嗎 我這裡會傾向於 如果他沒有選擇攻擊 好像用check call了吧 也可以喔 這裡check race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也是一個不錯 他有一張死又一張專塊A 對 是蠻好的 這裡的check race是蠻好的 而且他後手的籌碼也算是可以給對手足夠的壓力 對 他選擇跟住 跟住也很棒 因為他可以 在River看到一張方片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看到River並沒有來到方片 那麼我們的G1D 作為一個上升順 對 這邊你會選擇check call呢 還是你會選擇value bay呢 我覺得好像應該 我比較傾向於選擇一個value bay 可是 因為自己本身有張專塊J了嘛 那我就希望可以讓一些有久的人付錢 所以 我還是會選擇一個 價值下注 對 這裡 好小 下一個 三分之一不到 這裡如果他是選擇check的話一定是check race 選擇check race嗎 嗯 有可能 因為畫面的話 還可以做check call 但是我覺得這裡應該換我的話 換Jwanda這種攻擊性比較強的排手 他可能會做一個小的check race 嗯嗯 但他既然選擇了bet 那麼 就拿到了這個底次 我以為你會選擇的 你會選擇嗎 我會選擇 他選擇 我選擇 你抽起 現在大家籌碼都在處在一個算是 這一桌感覺大家籌碼都蠻健康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端嘛 對 可能就ST最少了可是還是有一個 70個潛注對 ST之前是佔據了很長時間的CHIP LEADER 然後輸了 大碰 一個兩隊代買花被對手打蓋 蓋的蠻好的 對於這種高手來說 一旦你只要後手還有健康的籌碼 就有無限可能 他選擇直接 差不多是35個抵柱 抵柱直接OE 那他一定是 9點 那他一定是蓋牌了 他這裡一定是收持了 因為的確石鉤這口牌是非常的強 給他色綠比A48還高 對石鉤這口牌是非常的強 搶一搶 被洗了好幾拳沒有收過鍋了 沒收過鍋這個 給他打一個就沒有了 也不動 八十幾個毛錢 兩家 一家可以 推進 兩家 放進 碰到 五口外我石鉤同化 碰到五十五十啊 好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Dragon Man有一個 買花 那我們的 Rish Young先下注了一個 4萬 算是一個很小的注 大概是在21萬底次下注4萬 對 差不多是一個 20%的 注嘛 對於 Jungleman來說算是一個 很好的 價格 很好的賠率 而且還有一些後門瞬的機會 買花後門瞬 他會不會選擇 Check Race 因為畢竟 Rish Young是 UTG加1 的 應該看起來像是 Limp 對手 他自己本質 他們不太會有 8的 Range 在他的手上 他做了一個 Check Race 選擇一個 IP Race Rish Young 位置在前面 他選擇了一個 IP Race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Rish 蠻棒的 因為其實 越後面 玩的人的 牌 有霸的機會越大 越前面的有霸的機會越小 因為 前面的人會玩得比較謹慎一點 不會玩這麼 弱的牌 對 可是後面的人有可能會 比較有辦法 表 代表他有一個 8在他手上 對 Rish 打的非常非常的凶 打的非常非常的凶 在一個 迷你Race 回去 對 打的非常非常的凶 而且他已經打出自己三分之一的衝 可以說 那 這樣在這裡一定是對對手有非常深刻的解讀 他知道對手在這裡有一手很強的成熟牌的話 是不太可能會做這樣子一個加注 對 他可能是抓到了對對手的想法 對過去經歷打牌的一個馬腳 他們平常也是在互相了解 對對 常在一起打牌的 對 這樣還是老的辣 在這裡這個 flop3bet是非常非常的強力 這裡展現的牌力 是ASUS嗎 是ASUS嗎 這裡展現的牌力 倒不是有多強 而是說 這是一個姿態 是讓對手 這個90很難辦 你這裡 他這裡選擇跟住 已經是 很虧 做了一個Race之後 他選擇跟住是很虧 可是我覺得Jungleman這邊很有可能會哏 對啊 畢竟他沒有錯誤 因為他還是有好的賠率 對 他還是有好的賠率 這一個mini-ray才修好的賠率 但是他已經很虧了 已經很虧了 因為本來是一個 可以便宜買 變4萬的代價 變52萬 對 12倍13倍 對 哇中了一個葫蘆 啊那這裡是 打得非常的強勢 對 打得非常的強勢 打得非常的強勢 而且暴力 這也是好像我們在這幾天的比賽中 第一次看到有在flop做一個3bet 對 這麼激進的一個下注 而且僅僅只是用一個頂隊 不過在這裡對手如果拿到了在轉刷牌買到了花也是收益比較大 是 這一次運氣也是沒有眷顧他 那看我們的Diven現在還在場上上一場短牌比賽的冠軍 好我們的Jungleman現在變短碼了我覺得這邊蠻有可能會直接O-in 25個抵柱50個前柱 對 這裡O-in也是可以的 如果是貪心一點的話 好AK 順利收下底次 對他如果貪心一點的話做一個小的 Race也是可以的 他選擇直接簡單粗暴的一個O-in 就看對手範圍裡面有沒有能恰好跟住的手牌 並且是最好是被AK主導 1秒 4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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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秒 4秒 4秒 5秒 8秒 4秒 1秒 8秒 9秒 6秒 4秒 4秒 7秒 5秒 6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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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秒 6秒 7秒 5秒 7秒 7秒 為進入這個遊戲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Deventown是在我們50萬港幣買入的短牌中 取得了冠軍的好成績 這場比賽馬上即將進入前圈 那他應該也能在這場比賽裡面拿到好成績 之前上次在轉播的時候我發現一件事就是在前圈的時候 一個chip leader 我感覺chip leader 可以all in 100% 因為照理說用我們以前長牌ICM的算法 你沒有一個top 5 range的話你根本沒辦法扣 因為你會顧那個money的獎金圈 可是因為在這個短牌裡面你的勝率都沒辦法像長牌這樣這麼高 所以你扣的時候變成是說你都是一個不太適合的扣 就考慮ICM的話 變成是說如果這邊在短牌打到獎金圈的時候 那個巨馬絕對有一個超級強的優勢 因為大家都不可能亂跟 如果真的是遇到AA那沒辦法 可是大部分大家都沒辦法亂跟 即使遇到AA也有很大的贏率 對啊 變得很難跟 你一個KK你只要一張S 你是只有60%的勝率 可是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在打 在打 在打一個比賽 bubble time的時候 你不可能用一個只有六成勝率的牌去跟嗎 對 好 我們這邊 拿到了雙頭卡順 並且在turn上是直接卡到了一張6 父子的對決 頂兩隊 跟Nuts trade 好 這時候兒子打出來爸爸會不會Race呢 總父子對決真的是算是很難得看到 對 難得看到又就是 他直接勸退了 果然還是比較的手軟 對兒子比較手軟 因為這裡 這個All-in 他是明顯在這裡寫在臉上的牆 不是Nuts 對 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什麼時候 哪怕是在一場高額級標賽的賽場上 附愛還是 對 也沒有啦 因為我覺得Rucherov本身打牌就是 他用Nuts就直接推了 他剛剛也是有一把重了AQ 那他也直接就O-1 對 只不過是把剛好碰到自己的寶貝兒子 對 不過如果他在這裡做的是一個 家族 沒有 做的是一個很 就是一個All-in的Bluff的話 那這裡就非常的厲害了 對 就可能還要考慮到 好 好 Waikin Young S10 跟著Limp OK 好 我們的Richard Young 拿到一個Pocket Queens 那也是比較後手的位置 我覺得這邊蠻有可能會做個加注的 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可以和我的孩子坐在同一張 對 高麥如的桌子上 對啊 打一場錦標賽 好 這個加注算是非常非常的小 不到三個抵注 Waikin Young直接蓋拍 還是可以的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QQ對上99 這個面對於兩位玩家來說都還算OK OK 哇 中了一個Full House 可以看到今天我們的Richard Young的 排勢是非常的順 下注6萬一個輕注 在 26萬底是下注6萬 一樣是一個20%左右的一個下注 那這裡99的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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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99是被煙割掉了 直接他的兩隊變成了 九嗨 九嗨 完全開不了牌 對 是被淹掉了 他是要Buff嗎 這邊就輸一個銅花水 對 對 99是被Rivet上圈給淹沒了 那看一下 那這裡只能沒有開牌架子 只能去硬著頭皮打一槍 然後遭到一個Race 就輕易的放棄 應該是一個70萬的家族 那我們來猜測一下 這裡Richard Young會打多大 大家也來猜一下 你覺得會打多大呢 對 我覺得是70萬 跟我想的差不多 跟我想的差不多 對 我們這裏的確是 很難得到一些支付了 他這裡可以得到的是一張勾 因為他手裡是broker的兩張圈 我們的現場現在進入一個換籌碼的休息時間 那我們待會回來 Richard Young打到第二名還是第三名 對 是 也是一個短牌比賽 那這邊我們看見KK 有裝上AA 那這兩位玩家也都是比較後衛 這邊Paul Foix是做了一個加注10萬 然後這邊Romaine就很happy的 All-in 52萬6千的積分牌 那Kate在這裡當然不可能棄掉他的一對A 他會考慮的是 我怎麼可以勾引Paul Foix 也錄這個詞呢 當然 如果是一對一 當然還是要演一下 要演一下 那當然我們知道這短牌AA的盈利 也不是比任何兩張牌更好 也知道就是AA對上什麼勾施 盈利也只有55% 可是現在這個狀況算是蠻好的狀況 就是因為我們Paul Foix拿走了一張K 所以這個AA勝率應該會提高非常多 那Kate在這邊考慮的是 他應該做個平扣還是推個All-in 那他這裡呢選擇平扣 非常不幸Romaine看見對方是拿一對A的牌 然後你看Paul Foix拿走K 讓他掃了順子就掃了set 所以這個KK要逆轉真的太難 那這裡對KK沒有任何幫助 他需要的牌還是兩張K 那這個轉牌給他帶來更多的Out 那現在是任何A跟9 他都可以沉順 不幸的是合牌是個圈 我們看見Romaine在這裡淘汰出局 那現在我們賽場上是還剩17位玩家 在這邊我們看見在合牌 Justin Bonomo應該是做了一個很大的一個Buff 對他現在是有A8 High的牌 在這邊下了36萬的注 那我們看見他在下這個注之前 這個底次不是那麼大 他下了一個超跑的注 那這邊呢我們看見Jungleman Kate 他手上是頂隊 而且他這個Bat感覺是200%的OverBat 對就在18萬的底次下注了36萬 是底次的兩倍 這個一對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對 可是因為他一對其實 他除了首先他有TopPay以外 他要擋掉一些順子的組合 你看Justin Bonomo我之前有一直跟觀眾說他是我偶像 你可以看他打牌 那種Buff不管怎樣 他從頭到尾都超級不緊 就是不會有任何緊張的感覺 對 心如止水啊 他是最高興趣 他是最高興趣 對他跟那個Churig兩個人都是一樣 對 他每天應該有很多的靜坐 對他現在搞不好已經開始靜坐了 直接開始 就是這樣 而且剛好現在又是一個3WayPat 那 在這個3WayPat裡面 可是應該 Pogoski應該是沒有大牌啦 因為畢竟他第二個中間的人 他沒有做下注 所以是Bonomo在最後一個位置選擇下注 我們的Jungleman已經想了2分30 還是沒有辦法做出一個決定 因為這個 其實在不管打撲克啊 就是在撲克遊戲裡面 你 你花越多的 你的牌力跟你的跟注是成正比的 所以他打了200%必須要跟一個很大的牌才有辦法跟 好 被抓了被抓了 被抓了 經過很久的思考 Jungleman覺得這邊 Bonomo他有夠的bluff Jungleman剛剛在Puifar蓋掉了一個Pocket Queens 然後在這邊抓了一個bluff 那我看見這邊 WayKing Yong拿到了翻牌前最好的一手牌 就是一對A 在槍口加二的位置上 他選擇了加注到六萬五千 Peter Jetten拿到了一個S 很不幸 他是一個非常緊的玩家 所以他很有可能在這種牌 他會選擇直接Owin 都是有可能 可是他籌碼稍微有點深 如果他少一點 假設他低於100萬 我覺得他會直接Owin 對 這邊呢我們看見他是有130個前注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會採取變成跟注的策略 其實怎麼說 當然S-King是一個非常大的牌 其實有些人說 我覺得沒有一把牌一定要加注 反正你這把牌是正EV的 你用跟的你用3倍的 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是你有沒有想 你的策略是什麼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或是你要制定一下 你後面的路要怎麼走 對 那這裡Jetton 他選擇了推Owin 那這邊Wayking用他是Happy Call 那這邊呢 他非常 不想看見Wayking手持的一對A 對 皮特捷也是算 在等牌等到一個S-King 我覺得用跟的應該會好一點點 因為還要蠻深的啦 蠻深的 對 60幾個錢 120萬算是蠻健康的籌碼 還有得打 我們也看見 就皮特捷特他打得比較謹慎 所以我也挺驚訝的 他會這把退個O-In 可是其實比較謹慎的人 其實就是在等一把牌 我覺得都是這樣子 他們就等到了 然後就上了 對 那這邊轉牌出了一個K 現在給了Jetton兩個Out 任何K他可以拿下抵制 那當然這個距離也是非常低 我們看見是7% 現在我們看見Jetton 他淘汰出局 現場剩16位玩家 不過這個牌面還是蠻多的 假設88Go的話很多牌沒得多 好 我們又出局了 那首先對方選擇了 OK Protosky選擇下注 可是轉牌來一個S 那其實 在這種狀況之下 有S的頻率是會減少跟降低的 那Protomo本身又有買一個 最大銅花的組合 因為銅花比 葫蘆大 所以 有這張方塊J的話 其實 是一個來方塊A的話 是他一個最棒的Buff的牌 好 我們的Protosky中了一個順子 那Protomo這邊 應該很明顯知道自己的J 是打不贏對方的 所以他有可能在這邊 必須要做一個超齒的Buff O-in 是很有可能 像他剛剛做一個200%的O-in 所以這邊 他很有機會會做一樣的事情 因為他的賊應該知道自己比對手小 那底次已經有40萬了 一個超級大的Big Bang O-in 78萬9 如果這時候是我的話 我那個 很多人在偷機的時候 不管 我相信觀眾大家有時候 在偷機自己心跳有加快 包括究竟是我 到現在 我有時候還是都會 心跳加速 所以 我像現在打牌 我都習慣 會有一條圍境 因為我覺得看景動脈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破綻 因為你臉上的表情 致體動作是 你表現給對手 讓對手希望看到你的那一面 可是你心跳加速 或是呼吸變急促這件事情 是你沒辦法控制的身體現象 但是我覺得現在 Bonnamo他是鍛鍊怎麼去控制 我看見他現在 就算bluff 他有可能心跳只是60 他真的太厲害了 照理說這邊這個bluff 應該是都會 而且你想一下 他剛才被抓了一個這麼大的bluff 然後這場白眼又是100萬 港幣的一個大小的比賽 我真的覺得你要做這麼大的bluff 然後你要這麼穩定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因為必須你要跟你的生理的 無法控制的狀態做抗衡 這真的太難了 我看見Pagorsky 他前面也抓了一個偷雞 這裡我們可不可以看見 他可以再次做一個Hero Corner 他在想說剛剛Bonnamo才被抓了一個 兩倍怕的bluff 現在還敢再兩倍怕bluff嗎 而且對同一個人 上一把是對Jungleman 哦對他有對Jungleman 哇 他收下底次 果然也是偶像啊 太帥了 那這邊Bonnamo 他順利的拿下底次 我們很少看見 在這短牌裡面 玩家 排力的玩家 那這邊我們看見 Wan King 用四子勝買花的機會 當然當然如果發出一個圈的話 他們是平分 這邊Huxton選擇過牌給Wan King 那這裡他過牌 是想得到一些價值 因為他如果在這裡下注的話 比較會明顯看出他手上是應該有個圈 那這邊呢 他在過牌的情況下 開箭Wan King 用下注了7萬的積分牌 Huxton這邊算是埋伏的滿深的 嗯哼 那他演的是他手上是沒有圈的 其實像這種結構上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一些 譬如說像是 不一定是在短牌 也許是在Holden裡面 其實在這種狀況下 有些人是不會急著 用這種牌直接O-In 首先你Check Code 會讓人家覺得你沒有 第二個是 你怕遇到對方有Free Road的牌 假設譬如說他也是 有個Q8梅花之類 那你這邊假 好歡迎大家回來 我們繼續來到激州島神話世界度假村的藍頂娛樂場 為大家直播解說 傳奇撲克2019年激州島戰 超高額買入豪克賽的第五場比賽 100萬港幣買入短牌賽事 目前還剩下兩張桌子 這場比賽一共吸引了81手買入 每手買入是100萬港幣 對我們的冠軍應該可以拿到差不多2000萬港幣左右的獎金 目前比賽進行到接近Bubble階段 還剩最後兩桌六人桌12名玩家 可以來看到這手牌 我們在加1位置拿到了A10 有的觀眾朋友可能會問 他們這裡邊上的加1加2是什麼意思 那 在短牌中 我們知道在德州撲克中 我們的牌手是坐在同一張桌子上 然後有位置的差異 每一副牌我們有一個裝位玩家 也就是稱為Dealer 而從裝位的下手位起 第一位玩家叫UTG Under the Gun 也就是槍口位 之後是UTG加1 槍口加1位 再是槍口加2位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積分牌領先的是 我們來自中國的王軍 王軍大哥 我們來自中國的王軍 你現在可以看到 我也是 有的 他人在做法 我們在開實 你不願意 我們可以看到 他也有個 我們在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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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在这个抵制中 我们的后发在前位 用中队顶踢脚过牌 他依然有四张九加三张钩 一共七张补派 他选择放弃 我们目前转播的是短牌的赛事 短牌相对于德州扑克而言是在牌里去掉了二到五的小牌 那么只剩下六七八九十 Jack Queen King Ace 剩下三十六张牌 四种花色 并且在短牌里面 Ace是可以当五的 所以Ace六七八九也是顺子 并且在短牌里面 由于抽牌之后 铜花更难得的关系 所以在短牌中铜花是比葫芦更大 这一点是最适合德州扑克的比大小规则区别最大的一点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UTG位置 Bodrigoski是拿到一对口袋勾 选择跟住 然后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种短牌的七张组合里面 你要连一个对子都没有的机会 我记得只有3% 对 你要在这七张牌组合里面完全没有对子 几乎是太难了 你想一下 我们只有从六七八九十 ZQK Ace 那要么这种顺子 很难有那种连顺子都没有 然后又要跳过 对 就很难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 所以之前我们有看到 有一把是KHIGH收尺是非常非常难的 非常难的 对 很多玩家会问 三条和顺子哪个大 在我们这里的比赛规则来说 是顺子比三条大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按照每位玩家有五张牌的组合来算 顺子的组合是比三条多的 三条大概有一百七十多万种组合 在整排中 而顺子的话是只有九十多万种 在有一些规则中 有一些规则中三条是大于顺子的 那是由于如果算七张牌的组合相对于五张牌的组合 顺子的组合数会比三条要多 那么三条就显得更为珍贵 对 但是由于我们考虑到建造规则时候 这个这是我们打牌的一个娱乐性 以及规则的趣味性 我们会选择顺子比三条大 那是因为如果三条是大于顺子的话 那么在任何的攻对面 是容易kill action的 就是说如果这个游戏的规则 三条比顺子大 那么这个游戏会显得非常的无聊 并没有那么精彩 那我们这边破覆有一个X-Q 对方法则的Queen是中队 但是由于顶队是一张K并且有repeat 所以他的圈还是显得比较大 那目前从而到为都是一个check 那Pofu在River会做一个架子下注吗 还是就直接check开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两位玩家都选择check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剩下最后的两座12名玩家 这座的Tripleader是Paul Fu 他的筹码有277万 我还希望Paul Fu可以拿到冠军的 没看过他拿过冠军奖被拍照的样子 是吧 短牌的比赛目前还是比较少 大家的机会都不是很多 这场比赛还是很有机会的 我们看到我们这边Richard Young选择Limp X-King 遭到了一个加注 在Barton的一个JQ童话的加注 那因为现在两个人后手是非常深的 将近有100个抵柱 那Richard Young如果很少的话 很有可能会check race 那现在这状况他感觉可以 试着去打翻牌后 他选择Limp Race到42万 那这个JQ童话我觉得是有机会跟注的 因为JQ童话在短牌面算是一个蛮不错的 可以打翻牌后的牌 而且他们两个后手又蛮深的 虽然这加注有一点大 可是在位置的状况之下 其实是有机会跟注的 可是这边我可能会比较喜欢死钩会好一点 嗯对 死钩会比圈钩要好 选择跟注 那么坡里面现在是膨胀到了90万 两位的后手都是在200多万 这是一个战斗面 我们在前置位的Richard Yian 是拿到了顶对顶踢 哇 这个在这种底池 他这边这种一堆 有一个双头顺 很有可能会 打一个很大的泡 对 可是现在Richard要给他一个很好的赔率 他这里可以选择call也可以选择race 再下注一个六分之一 差不多是16%左右的pot 15万而已 所以在这边 我觉得应该要加注的 应该要加注的 我觉得轻松call 就是不用冒风险的 就是好便宜 call也可以 好便宜 对 哦 这边 那如果我是JQ 我可能也会继续check 拿免费的牌 因为 也可以 对 因为这边有一些开牌价值 我觉得如果这边 打出去 被all in 其实后手太深了 但是这个底池已经是非常大 对 底池已经有120万了 在比赛的前期他们应该会在flop这打完 嗯 对 但是因为现在比赛进行到一个泡沫阶段 所以他们的策略相对而言都会比平时要稍微的紧一些 重点是后手都太多了啦 都是有两三百万这样子 对 三百万的筹码是一共拥有200个前注 其实现在bottom位置其实也蛮犹豫到底要不要下注 他就 有点 牌是有点 激热 就是有点 就是有价值 可是又 不够大 然后要不落浮 又觉得如果被推回来会有点可惜 可是他牌又有成长空间 对 那如果像在这阶段 我自己是比较倾向于check 因为 我会想要便宜的买 因为毕竟这叠牌对他自己也不利 那如果发个zade的话他也是 可以 也许会赢一下这个底次 那发双头顺他也都蛮好处理 可是如果这边bott遭遇一些反抗 其实会非常反 对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一向一样这里的牌 也不是很支持他 去做一个大的反抗 那面对一个 四十七万五千的下注 他可能还是会选择跟注 甚至有可能会被打气 会被Oing 你觉得他会Oing吗 不太好说 对 他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玩家 他现在得看他自己判断是否大 他 他选择跟注 这是最稳妥的做法 这是最稳妥的做法 我们目前屏幕上 显示好像是这个bott是有点错误 因为我刚好看到 面上是发了四张方片 这里是一个秒盖 他这里不是顶对K 好像是买到了那次花 因为我看到bott上的那张K 应该是张方片K 方片K吗 所以应该是一个显示的错误 对应该是个显示的错误 那如果是张方片K的话 那么他 如果是张方片K的话 那T上的跟注就更加的轻松 血线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首拍 我们现在 躺在UTG 另一边 K K 我们在这边 我们的Jungleman 跟我们的Cuddlef都有一个 90石钩 哇这边大家的牌都蛮有可玩性的 对都非常有可玩性 90石钩 K钩 K钩 然后还有K钩 还有铜花 大家都蛮有搞头的牌 对 哦 我们的杨老板盖掉了JQ铜花 可是因为加注的尺寸有点大吗 好 10J收下底次 对这首牌是非常强的一首 真的是非常强 对 好 大臣 谢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Hajrackway的RickyMove拿到了K狗铜色 上一把是死狗铜色 好 这里Richard Young是拿到了K狗铜色 好 我们装卫的Devon Tongue是拿到了一手也是具有可玩性的牌 这手牌在他140万的这个后手空间 给他灵活性是特别高的 不管是翻前的挤压还是check之后去跟两家打一个翻牌 这里是之前已经得到了一个加注 那么这里是可以弃掉的 因为这手牌是容易被主导的 如果跟进去的话可能就要打完了 双头顺 对 双头顺在短牌里面算是非常强的牌 对 48的成胜率 在短牌里面双头顺 相当于是在长牌里面的双头顺带买花的感觉 对 对 对 等于Super Draw 然后所以在这里短牌里面如果出现双头顺带抽花 那就已经是强到天大了 特别是在没有攻队的面 好 这里是利用位置又是做了一个跟注 用第二大对子 哇 River 中了一个Nustray 顶顺 那这里就看他的对对手范围的解读 来下多少的注码 不知道他会check还是选择主动下注呢 应该还是会选择主动下注吧 因为毕竟 Richer Young在后面的行动不多 他只是跟住了一条街 那么并没有暴露出什么牌力的信息 几乎是把自己的范围隐藏得非常非常好 对手目前对他的解读应该是处于一个非常少的了解 像这时候如果拿到Nustray 如果对手是一个比较激进的玩家 可能会选择check 因为在flop没有动作 我觉得对手牌力不是很大 对 不过主动 我觉得两条路都可以走 我觉得就取决于对手是什么样子的人 因为毕竟还是 可是我觉得这边你要value bay 应该也value不到很多 因为对手的牌力就是摆在那 一个超池 哇100万 直接走了 他是希望 因为对手的范围是 对手范围是他不了解的 但他当然是不想missvalue 他想要打一个大的柱 万一对手有一些很强很强的支付能力的牌 或者万一可能觉得对手这里 然后你是在bluff 那我这里就可以拿一些很边缘的牌去call你 现在为大家带来的是 传奇扑克的第五场赛事的短牌赛事 目前为大家带来直播解说的是阿童和大亨 我们回到蓝桌这手牌 主要打在这里 五加底池 在前置位 用一个卡圈的顺子来领先下主 对打得非常的激进 如果掉9之类我觉得应该要继续打 这张牌让他有点 kill他的A神 这张牌 如果对手能在AK8的结构上跟住他的一个下注 那这张牌应该是加强了对方的范围而不是自己的范围 而且应该就是如果对手能跟这个flop这个转牌 其实对整个结构没有太大的改变与影响 对所以对手的一对A是不会改给你的 所以一对K也不一定会跟你的flop嘛 所以这张8其实对阿来说他应该蛮不喜欢的 对 他最喜欢的就是那张圈 我看到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跟住 那还有一个river 那他现在是变成了面嗨 他这边如果再打击也蛮奇怪 你看flop也一个tun也一个river也一个 这个就前后的逻辑 再加上Pokoski又有一个梅花的阻挡牌 又有ace 他很有可能会抓 如果这边 他这里就是有眼像一手AK的牌力 他这里如果要打的话可能是直接all in 他看看会不会选择直接all in去把对手摸掉一些 对手后手摸掉一些A 因为这里K出来之后他可以 大家已经开不了牌了 他选择下对手的后手接近一半 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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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one pair是真的很难跟 可是他自己这边应该会整个对手的range 我觉得看起来蛮奇怪的就是你的flop的bet应该是 S king吗 然后turn的bet 然后rebirth 但这里A勾是很难跟的 是很难跟的 A勾你这里只能抓bluff 因为面对你对手的value范围 你的A勾是没有任何银牌 可是我在想说对手这边在value什么牌 因为如果我本身拿A勾的话我挡掉一个S 然后对手 这里是AK啊 AK就是连续的腿 对啊 问题是我手上也有个S啊 那你AK的COMBO 其实你看手上自己本身有S AK的COMBO各剩两张 所以只有四个组合耶 对不对 尤其值得慢打的KK 喔KK 一个组合五个 对啊 这其实蛮 蛮 其实说实在 就如果纯粹说要跟 真的 SJAK是很难跟的牌 对 可是如果整个牌局的过程来说 我觉得 这个SPA打得很奇怪 就是他的牌 必须是一个 非常小的范围内的东西 对 但是有一点是有机可循的 因为你要想 这是一个 开局是一个五人PORT 对 五人PORT里面 他在首次为零打 对零打 他可能会很难相信对手是一个纯买牌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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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對手是A勾是真的覺得JRONDA也覺得非常的意外 對手竟然拿A勾這位牌可以CALL的上來 對 就從頭到尾都不相信你 對啊 因為他這邊 因為他本身有一個S之後 他降低了對手很多的一些組合的產生的機率 因為就整副的邏輯 就是他除非是超級超級超級的那種大牌 如果不然這樣打 如果我一個S會覺得太奇怪 怎麼一直背背背 好 我們鏡頭轉過來 我們的Richard Young持續的很旺 在90紅心的狀況對上時時居然中了三條 90這手牌 怎麼 怎麼打翻殘進去都跟他有關係 對 今天Richard Young的那個運勢蠻好的 對 就像是那天的那個Daven Town 對 連續在Final Table拿到各種Master Card 然後還背對手支付 好 繼續Check 對 給了對手一定的空間 去Bluff 選擇Show Down 那這裡 九葫蘆是贏了 我們Jason空是選擇 我們的Richard Young 即將到400萬的衝嗎 對 我們Jason空是沒有選擇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 Richard Young是已經拿到了392萬的籌碼 潛注261個 非常的具有領先優勢 我們最低的Daniel也是擁有54個潛注 也是還算不錯 蠻健康的 目前我們的等級是 潛注級別是1萬5千 裝衛負3萬 這裡為大家帶來的是傳奇撲克 2019年幾週島戰 超高額買入毫克賽 第五場賽是 100萬港幣買入的短牌賽 由阿童和大亨為大家帶來解說 沒有桌子 Richard Young在UT級位置 再拿到了一手Top Ranch GoGo Pocky Jax J6 Off 就是在短牌裡面最爛的 就像是長牌裡面的27O 對 船牌他完全是可以放棄 是不是跌了嗎 沒有沒有 那些